主席 香港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 當然是不能夠免於氣候變化的禍害 以及也不能夠推卸責任 很多環保田看到說 在2020年我們可能會失去冬天 即是說再沒有最低氣溫為攝氏12度以下的日子 到2050年香港最高氣溫可能到攝氏40度 香港的天文台的數據也都證實 香港的熱浪和降雨量都出現顯著上升的趨勢 根據綠色和平的調查報告顯示 2008年6月7日 單單一次極端天氣帶來的特大暴雨 對香港已經造成直接經濟損失已經是5億7千萬港元 這個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會在這個月的7日 在哥本哈根舉行 哥本哈根的會議是關於全球的可持續發展 目標很清晰就是削減全球溫室氣體排放量 去達成一個新的協議 並且要預防氣候變化的最壞影響 為了防止出現災難性的後果 各國政府都要積極制定減排目標 並且開放這個撥款和機制才能夠緩減全球氣溫上升 解決這個所謂氣候變化問題 全世界各國政府應有置疑 香港當然也都要揭盡所能 跟其他國家一起去面對氣候變化所帶來前所未有的威脅 綠色和平為了促使特首親身去出席這個哥本哈根大會 在今年的六月政府總部西翼大家看到有一幅氣候逃犯的巨型橫額 就通緝這個特首曾蔭權說他疏忽職守 當然結果就搞到這個政府合處加強保安 現在出入檢查得很嚴密 在2006年環保團體曾經發起一個香港適燈行動 不知道局長記不記得 呼籲是減少用電改善空氣污染 曾蔭權不但沒有積極配合 還要指責這個適燈行動是影響香港形象 拒絕取消他那個什麼幻彩榮香江 就這個香港適燈這件事 一位學者馬國明就批評 這個特區是最深形象工程而不視實質的問題 他有一段說話在那篇文章裡面 我在這裡讀出來給局長聽一下 香港適燈行動無非是要號召每位市民共同解決空氣污染的問題 旅遊發展那個主席和其他的批評者 絕不會也絕不敢否認空氣污染的問題 必須由每位市民去參與解決 但是他們卻一口咬定行動破壞香港的形象 言下之意形象對香港來說是很重要的 連一些有助解決實質問題的舉動只要有破壞形象之焰 就不能夠接受 從這些所謂形象工程的思路出發 氣候變化問題如果不影響香港的形象 特區政府就不會做的 而做的目的是為了改善形象 又不是處理實質問題 這個邏輯真是非常有趣 今年7月7日那個答問大會 今年那個答問大會裏面 即是7月7日 即是我們休會前 即是我們休會前 即是答問大會曾蔭權回應那個氣候逃犯的指責的時候 我們排了那個氣候逃犯的通緝超長的時候 然後你就看到他對這個所謂氣候變化的問題 完全是缺乏一種承擔 反映他只顧形象 漠視實質問題的態度 事後綠色和平就批評他 說他有四宗罪 坐井觀天 自吹自擂 自暴其短 以及癡人說夢 我是做些補充 曾蔭權回應制定減排 具體減排指標的時候 他就強調 香港會在2030年前就將能源的強度減少30% 這個就表示他坐井觀天 無知到極 減少能源的強度不等於具體減排的指標 很多人都講過了 全球正著眼的是具體減排目標 英國就立法規定 在2050年之前全國要減少八成的溫室氣體排放 日本也都承諾 在2020年前 將全國的溫室氣體排放 排放量是在1990年的水平上面減少最少20% 甚至連我們的中主國也都決定到2020年 每個單位的國內生產總值GDP來計算 二氧化碳的排放比2005年要下降40%到45% 曾蔭權到今天為止 仍然拒絕制定具體減排指標 只是用坐井觀天的態度來看全球暖化問題 實在令人擔憂 另一方面他又自吹自擂強調發展綠色產業 宣布政府停止購買這個烏斯燈泡 更換4萬2千個省電膽 結果就真的燈膽權出了事 你老人家 好觀我自為之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然後這個政策又無疾而終 宜笑大方 曾蔭權將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英國相比又自暴其短 香港以服務業為主 二氧化碳排放量每人每年平均6噸已經很可怕了 引用這個數字表示比英國的11噸少 英國是工業國家來的 哥哥 這些就是欺騙市民 還有過往這些國際氣候會議 只是派一些低級官員出席的 特首就說我都不會去的 因為這些只有主權國才能夠參與 那麼現在派個局長去 你不要去啊 笨 是不是 又在這裏 即是自暴其短 主席 我支持袁動議和所有修正的同意 多謝